那今天呢,我们统促党必须为您请命站出来 我们要每天如影随形,每天要跟着 陈时中,疫苗疫苗疫苗,得不到疫苗,疫情没办法控制,我们似乎报休 安乐今天呢,有非常难过,为什么呢?因为台湾现在的疫情越来越严重 但我们知道,疫苗是新冠病毒最大的副心 只要有疫苗,我们疫情就可以控制住了 但,我们现在是需要疫苗,但我们疫苗在哪里呢? 民进党政府天天巴结美国,美国到今天一针疫苗都没给我 全世界只有中国大陆,愿意免费无偿提供台湾人民 世界卫生组织认证的北京国际疫苗 可是,这些口口声声爱台湾的政客们 居然出面阻挠,不让我们接受大陆的善意 为什么呢? 因为,他怕,因为大陆的爱心,让我们台湾人民的健康得到了保障 他就没办法再继续骚弄仇恨大陆,骗取选票,夺得政权 这些人自私自利,为了自己的权势,完全不顾台湾人民的死亡 爱台湾吗?我讲,中国共产党才爱台湾,爱台湾人民的健康,爱台湾人民的生命安全 对不对?这些政客,爱的是台币,爱的是自己的权势 那今天呢,我们统促党呢,必须为您请命站出来 我们要每天如影随形,每天要跟着 陈思忠,疫苗,疫苗,疫苗,得不到疫苗,疫情没办法控制,我们似乎保休 去 submit 你们大家请问 请问 我们 很好 谢谢 我们 我们 我